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邻居水泥桩 塑胶桩或钢钉等适合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之土地戒标 并汇同四邻相关土地所有权人 实地共同认定戒指位置 并在所认定的戒指位置共同设立戒标 然后在指定的日期 携带通知书 国民身份证 印章 配合地级调查人员到现场纸戒 戒指如果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变动而无法指认时 也可事先向当地的地震事务所申请见解来确定相邻土地戒指的位置 作为地级调查 测量的依据 或者是由重测人员协助纸戒 阿贵 我们办完纸戒之后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去问地级调查人员好了 好 先生 我们是不是可以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啊 可以啊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是这样的 我们纸戒之后 测量的时候还要再来配合吗 是这样的 因为地级图重测就是以你们纸戒做测量的依据 所以测量的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再跑一趟 而且在地级通知书上面都有土地测量局重测区的电话号码跟住址 你们要是有疑问的话 可以打电话或者是亲自去问 那测量以后呢 以后你们会知道重测结果通知书 可以在30天的公告期间啊 期待结果通知书 身份证 印章 前往地证事务所 或者是通知的场所 观看重测的结果 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吧 嗯 而且呢 因为你们有亲自的纸戒 所以在观看公告的时候啊 如果经过解说人员的解说 还是有疑问的时候呢 就可以提出异议 缴费申请付账 嗯 如果说在公告的时候没有问题 那是不是就可以确定啊 是啊 就可以换领新的权力书状 对了 定下的戒标呢 也希望你们好好地维护 这样以后要辨认戒指就很容易了 啊 这么说 我们就很清楚了 这是以你们直接情形记载的调查表 嗯 你们看 东到水沟 嗯 对 西呢 到田港 啊 南到这儿 对不对 嗯 北呢 到这里 就在那儿嘛 你们看一看 有什么问题没有 哎 没什么问题了 你们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没有问题啊 才在上面盖张确认 哦 哎呀 可是我没带印章怎么办 哦 如果没有带印章 没关系 签名也可以 嗯 我看啊 是没什么问题了 阿贵 你认为呢 我看也是没什么问题啊 这上面写得得很清楚 可以带张了 哦 好 麻烦您签名 哦 就在这儿 请签 哦 好 好 我就能见到 好 好 哦 好 北昂